第一步是臨床的診斷 醫生會看病人的脈搏是否正常 或是弱了或是不見了 這也是第一步的診斷 我們會看看他的腳有否表徵不夠血度 例如在腳趾中間會否有真困感染 腳趾會否有變形或不夠血度 影響到腳趾灰色 另外有些病人的腳不夠血度 就會變成沒有腳毛 變成光彈彈彈 這也是表徵不夠血度的腳 另外我們會量度一個話光指數 簡單來說就是量度手的血壓和腳的血壓 如果腳的血壓比手的血壓低很多 其實就是一個象徵 原來腳的血流可能不夠 不夠血到腳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究竟情況有多差 之後我們會做一些照素描 簡單來說可以在一個超聲波的素描 看看哪個部分有窄 哪個部分的血流比較慢 另外可以照電腦素描 我們用顯影劑靜默注射到血管裡 然後就可以看到哪個血管有問題 它收窄了多少 或者是左膝 還是收窄的位置的長度有多少 就可以令到我們可以計劃之後 去做手術 譬如做通波仔或者搭橋 可以導引我們去做哪一種手術 治療的方法有手術治療 以及非手術治療 如果說手術治療 其實可以做一些通波仔 即是我們叫做血管承影術 還有有需要的時候 就放一些支架下去 將那個收窄了或者阻塞了位置 擴大它 令到多些血可以到腳那裡 有部分病人 就未必適合做一個血管承影術 即是未必適合通波仔 譬如一些完全阻塞 或者阻塞的長度很長的話 可能它就需要做一個搭橋的手術 即是要用人工血管 或者用自身的靜默血管 去做一個通道 去繞過阻塞的位置 令到可以攻倒血 如果它其實只是收窄了 它就完全塞了 而程度又不是很長的話 其實通波仔就是 比搭橋簡單 亦都可以做到 坐傷性會比較小 因為搭橋也要開箱口 一個比較大的箱口 所以如果是早期的話 如果它通到波仔通了 就可以避免之後需要搭橋 這是早發現早治療的好處 好嗎 好嗎 再次做一次 感谢观看